大家好,这里是所有批评书,美国的总统大选 已经白热化了,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抽一期节目的时间 然后跟大家扯扯闲片 我们这些是打酱油的人,看热闹的人 但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公共教材 所以必须要说,这两天对我的个人冲击比较大的一些现象 有这么三个现象,第一是加州,加州这边又开始起大火了 搞不清楚为什么自从民主党开始弹劾川普以来 或者说自从川普当了总统以来 加州这个地方隔两天又起大火 有很多个解释,有的说是加州这边 因为搞什么类似环保主义,山上的很多枯干的树木 因为环保没有人进去收,没有人进去整理 所以枯干了,完了以后一个什么闪电了 或者一个什么雷击就哗啦哗啦哗啦烧起来了 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当然就是说有人是纵火了 因为为了给制造一点难题嘛 因为川普的经济太好了嘛,必须要搞点事 然后有很多很多人去进山里面去放火 而且的确抓到的人是有人在纵火 就是加州这样的一个地方,其他的政治理念吧 我们都可以暂时不考虐哈 加州的确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民主党的基地啊 一个深南州,这是跟共和党不太一样的政见 这是理所谈二人的事情啊 也是美国人的或者美国社会 美国这个国家的魅力之所在啊 如果所有的国家,如果每个国家的所有的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那一定是一个地狱,而不是一个人间的国度 人间的国度它就是有纷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是吧 所以我们觉得加州跟共和党不一样啊 加州的这个管理者,州长什么的啊 跟美国的总统,白宫完全不一样 这是个好事情啊,观点一定要对抗 这个思想一定要证明啊 大一统的这个整齐华一的思想啊 我再说一遍啊,这是要么是动物世界 要么是人间地狱,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所有人想法都差不多的啊 每个人都看上去那么蠢啊 但是给人的感觉每个人都是那么团结 其实这种社会是一个地狱社会 是一个灾难的社会 上一秒还在高呼习近平万岁 下一秒就有容饿死了 所以呢,加州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我们向往的 值得我们期待的 但是这个火灾的事情 而且一而再而再而再而发生 都已经琢磨着 从第一场大火开始闹起来 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就没消停过,这是为什么呢 不如说加州人,不如说美国人管理公共事务 挺有效率的嘛 难道就这么点是搞不定吗 我们说知道澳洲这边也发生过大火 但是一场大火以后,来了一场大雨 大火就没了 完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火灾了 那说明澳洲人在后期的管理 就引起重视了呗,搞定了呗 那为什么加州人没搞定呢 这两天总统要终极冲刺选举 都已经到,已经开始了 没几天了呀 一个星期,还不到一个星期了 这会加州又开始有人放火了 又开始有人,至少是有人 至少是大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到底想干什么呢 所以我看到加州有很多人 也受不了这种局面 很多加州人都开着自己的大屁卡 然后陈群阶队的人去支持川普 然后拜登去做一个演讲的话 都有很多人举着川普的气质去欢迎拜登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情景 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所谓的大多数 反正加州很少有这样的陈群阶队的 绵延几十公里的车队 在支持川普支持共和党支持白宫的 真的很少很少钱 说明有的人已经受不了了 比如说加州出产了一系列的 奇奇怪怪的法律 比如说小偷 如果没有到900美金里偷东西 就不算犯罪 那900美金和人民币多少钱 你五六千块钱呢 是吧 七九六千三呢 是不是 你说在中国 如果有人偷了一个5000块钱的东西 你都不算他小偷 你再送给他 这没有道理啊 是不是 那小偷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就别人的一个鞋带子里都不能拿 你说一个鞋子上面有带子 把鞋子系挠嘛 这个鞋上的一个小带子 那都是别人的 不要贪恋别人的财产 是不是 你说我们了解日本 像了解韩国 了解台湾这样的国家 你街上你哪怕是一个空空的钱包丢在地上 你都不能捡 因为那不是你的 那为什么要捡呢 人家丢了以后总是要回头来找的 他还是躺在那里呢 就是你既然这个东西它不是你的 你在任何地方 无论是它在保险柜里面 还是在马路上面 还是在某一个僻静的一个角落里面 你都不能去捡它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你的 这是最起码的尝试 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 这是典型的圣经传统 别人的一根针一根线你都不要拿 你说现在的加州都搞成这样了 偷东西不到900美金 不算小偷不算贼 这个东西怎么办 还有是要一次性给每个黑人 要赔多少多少钱 上来就几十万美金 那圣经的传统就是做工作才在公家 每个人都不工作 大家都等着政府来发钱 这谁来建设呢 谁来挣钱呢 天上掉不下财富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 总是一个自愿稀缺的世界 不是一个什么都会随便拿的 这么一个世界是不是 所以经济学家米泰斯说了一句话 如果任由这个马克思主义 任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搞的话 有一天海水都会稀缺 真的 我们说海水很多嘛 这个我们的新地球 是一个很有趣的时候 是水比陆地多 你放心好了 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是搞社会主义 全世界都搞共产主义 那你会发现你想去喝一杯海水 你要花很多钱都很贵 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你只有稀缺以后 它价格才上去嘛 这就是这么一个 我们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充足的世界 它是一个稀缺性的世界 因为有稀缺性 所有有经济学 所有有市场 那加州已经完全被你的常识了 这是我们说的是加州 所以我的标题是叫加州大火 是不是一直在熊熊燃烧 而且呢靠近这个大选的最终的日期是 熊熊大火是越烧越猛 这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们回回头再把目光转到这个中部 转到这个东部偏中部 我们看到美国的古老的城市 是个费城 多美的一个城市 我每次看见费城这个名字 我就怦然心动 因为费城是当年的华盛顿 他们那一代人在那里研究 或者是宣布这个独立宣言的地方 是制定第一部宪法的地方 费城那个地方有今天最 美国人的价值传统的根基 就是那个自由中 那个中上面刻着圣经里的一句话 让遍地的居民得自由 所以你说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美国的传统的 或者说美国的历史的标记在哪里 我告诉你就在费城 我还知道费城有很好的神学院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还有很多很多个神学院 我都特别的向往 有一段时间我都特别想去上个神学院 可惜没有成型 这样的一个地方 费城是多么的 一说起美国 美国真正的标志 并不是纽约的什么自由女神 那是法国人给他送的一个小清新 是文艺青年那一场游戏而已 根本不算美国的传统 美国的精神 美国的精神主要是在费城 但费城变成今天变成了什么地方 变成个令人悲伤的地方 就在这几天 费城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冲进大卖场 而且是沃尔玛去抢东西 我们中国人是很坏 我们中国人是不怎么文明 我们中国人是每个人都很自私 我们中国人是每个人都没有一个公共行为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我们中国人是每个人都没有底线 但是我说实话 中国人再坏也不会说一群人跑到什么沃尔玛 跑到什么加勒夫或者跑到这个物美商场 然后去把里面的电视把里面的面包 把里面的肉什么都一分钱都不负 就抱着去走就浩浩荡荡的进去 然后满满的满载而归 中国人再坏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所以这种人性的那种行为的无节制的行为 让我们真是这些人沉默结实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有常识的人是哪些人 你会发现非常的奇怪 比如说有常识是中国那些遭受磨难的 但是对自由有向往的人 真的 中国有很多人他是有常识的 因为他遭遇过巨大的痛苦 然后他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来之不易 所以中国人很勤奋 真的我不是说中国人的好话 中国人的确他比较的虚拟 而且没有一个道德的一个终极底线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骑马的规则 他还是守得住的 我就不相信有几个中国人他会直接跑到北京 比如说你要住在东三环 你会跑到那里的加勒福去抢东西 而且不跟任何人说 而且直接冲钱去也不付任何账 就把里面的电视机去搬走了 把里面的衣服又拿走了 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一个有常识的人是在东欧 那些遭受过苏联人的社会主义奴役的 遭受过斯大林铁拳的人 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有限的自由 然后他们把耶稣的名字高高的举在自己的头顶 然后他们说耶稣是他们的国王 然后他们是那样的珍惜自由 他们也是这个时代最有常识的人 然后我们再看到美国的那些非常传统的社区 非常传统的美国人 就是俗称的那些所谓的红脖子 那些在精英们眼里没有王宽的人 他们也是非常有常识 总是那么笑容可举 总是做事情有边界 对自己有一个持守有一个规则 而且任何时候都是那样的在淡淡的微笑 比如说阿米市人 那些人看上去是不光鲜 是没有太多的高科技的要素条件 是没有 可是他们还开着马车 他们还裹着一种近似于上上个世纪的生活方式 可是他们依然有常识 他们不会做这个事情 绝对我不相信有一个阿米市人 会跑到加勒夫跑到沃尔玛去抢东西 这是今天的废城吗 这是美国的废城吗 这是一个强盗的天堂啊 真的这是个牛马洒泼的地方 这不再是美国的传统 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美国人到底怎么了 难道我们不需要去问一下吗 然后我们看到说话肥成 我们看到纽约 纽约是什么地方 纽约是自由制度 纽约是这个什么淘金者的天堂 以前我们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 有这么一句话吗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别人有出息 你让他去美国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上天堂 那么让他去美国 如果你要让一个人下地狱 让他去美国 美国是充满了机会的地方 纽约是通 说错了啊 如果让一个人 你想让一个人上天堂 让他去纽约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下地狱 你让他去纽约 纽约是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 纽约是个创业热的天堂 真的 那川普总统 一系列的精彩的商业行为 成功的建立的川普商业帝国 就是在纽约干起来的 那今天的纽约是个什么地方 今天纽约是个谎言遍地的地方 你看纽约时报 你看纽约州的州长的一系列的谎言 你看纽约市市长的一系列的谎言 有那么多的谎言 真的 然后公开了 把这个黑命贵的标语 就写在川普大厦的门口 然后他也从来不解释 为什么要是黑命贵 而不是所有人的命都珍贵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所有人的命都珍贵吗 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所调的 如果黑人的生命不是上帝所赋予的 他珍贵的理由是什么地方呢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充满谎言 真的 今天的纽约真的已经不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制度 不再是一个创意者的天堂 有那么多的人离开了美国 所以我看到有人画了一个图 有很多的人在离开纽约 搬到德州 甚至搬到犹他州 甚至搬到纳斯维加斯 甚至搬到北卡 搬到南卡 搬到佐治亚州 真的 有两个城市的人 有两个州的人 像这些地方搬家是最明显的 一个是加州的人 一个是纽约的人搬到最多了 我们对这个英文世界的搬家 可能不是那么的敏感 我们看看很多生活在加州 或者生活在纽约的华人 他们也纷纷把自己的家 南迁迁到加州去了 难道就没有人反思吗 难道这样的一种巨大的一种 家庭的迁徙 不值得纽约州的州长去思考一下 自己是不是到底做出了什么吗 就是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中国 中国这些年一个最大的现象 就是成功的中国人都在纷纷的移民 要么是有钱的 要么是有权的 要么是有知识的 都在移民 有的是投资移民 有的是杰出人才移民 有的干脆于偷渡 但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不愿意留在中国 然后卸家代口 甚至带着自己的财富 离开中国的时候 为什么习近平 为什么共产党不反思呢 反而还充满了自信的 你的自信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你的国家真的足够好的话 为什么你的公民 你的国民要离开这个地方呢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个自由世界的美国的纽约 和一个地域社会的一个中国 北京上海 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像的一种社会现象 那么多人在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没有人反思 不仅不反思 而且还高调的宣布自己多么优秀 多么伟大多么正确 伟大光荣正确 总是那么正确 所以你会发现 纽约州的这种 永远看上去一副正确的样子 就像习近平一样 永远在高喊四个自信 这是一个怎样的事件呢 这是个怎样的城市呢 所以我今天一口气说了三个城市 一个是加州 加州算是一个州了 比如洛杉矶啊 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这样子的 费城啊 纽约啊 其实我在想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发现美国的那些超大城市 无论是西雅图 还是旧金山 还是费城 还是纽约 就这样的大都市啊 大都会啊 给人一种惊人的一种败坏的真相 真的城市在大面积的败坏 可是没有人忏悔 如果你不愿意用忏悔 我们换一个词吧 可是没有人反思 真的 从这个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到他的那些公民 没有反思 所以由此情景 我就想起我们圣经里 亚伯拉罕和上帝在围绕这个所得马城 在讨论的那些章节啊 如果这个城市里有五十个亿人求你赦免他 如果这个城市里有三十个亿人求你赦免他 如果这个城市里有五个亿人求你赦免他 当亚伯拉罕把自己的条件放到这么低的时候 上帝并没有回应他 而是转身就走了 啊 然后以至于所得马终于引来了硫磺与烈火 啊 然后所得马成为大城市的一个巨大的警示 真的当一个城市败坏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应来巨大的灾乱的 所以你无法想象像加州这样的地方 居然就有大火在燃烧 而且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你无法想象费城这样啊 充满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城市 居然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公开的抢劫 而且毫无脸红 啊 这是个怎样的城市 你无法想象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啊 居然你的这个长官 新政长官居然就可以公开的撒谎 而且毫无脸红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地方 在这样的所谓的美国的大城市 那我们像亚伯拉罕当年 我们能找到五个亿人吗 我们能找到十个亿人吗 我们能找到一个亿人吗 真的 哎呀这个时候 美国真的是是一个灵魂征战的地方 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 是一个需要悔改的地方 真的美国今天给人一种 释放出一种让人不可理解的一些现象 那些充满了科技的要素 那些光鲜的霓虹灯闪烁的 那些看上去发达的大城市大都会 真是充满了叫欲望 真的充满败坏 充满了人的一种歇斯里里的自负 而那些这个边远偏远的地方 那些这个人们看不起的穷乡壁壤 那些广袤的农村 那些不怎么喧嚣的地方 反而有一些人在那里 依然持住人类行为的基本的准则 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就是按照我们知识分子的逻辑的话 就是我们去美国 我们肯定向往加州 我们向往西雅图 我们向往纽约 我们不会向往犹太州 我们不会向往达拉斯 真的我们不会向往什么波伊斯 真的不会向往 因为那些那些非常传统 非常安静 安静的不能再安静 你对乏味的 我看了波伊斯里的很多的视频 那里的女人总是穿的那么保守 那里的男人总是那么安静 脸上充满的平静的时光 跟加州跟纽约跟费城的人 完全是不一样 那里的人没有七星怪状的 总是那么的衣着得体 可是在今天的美国 在主流社会 在经济门看来 那里没有一所漂亮的大学 那里没有炫目的科技 那你代表不了今天的美国 那今天的美国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花了这么一点起码 我几乎没用打稿子 我就什么 才滔滔不去给说过来 真的 在这样的地方 在纽约 在加州 在洛杉矶 在费城 我们找得到一个人 当美国的这些大城市 都在一个一个败坏的时候 当人们都在陷入巨大的纵狱的时候 当美国人实现了行为的边界 当知识分子 当媒体人充满了谎言 当知识分子那么的骄傲自负 当那些大城市的所谓的管理者 充满了谎言 然后按照他们自己的主观偏好 在折腾糟蹋这样的城市 美国的希望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真的最重要的 其实是征战 而比征战更重要的 其实是反思 是悔改 谢谢大家